字幕志愿者们 夫人, 我想跟侯爷讲一句话 是, 那臣妇告退 皇上圣灵 未知是不是有事要怪罪李 我今天来是想向你道歉 这叫臣怎么敢当呢 难道皇上也有做错的事 是的, 这倒是奇怪的 又是关于火烧那个村子的事 村子, 难道村子是皇上派人给烧的 虽非我派人去烧的 但是这件事我应该负责 我已经为此事责难过烧村子的人 我是真的诚心地向你道歉 皇上为何要向我道歉 因为那个村子的人跟你有关 是的, 那里住的全是臣的旧事相亲 恐怕还不止如此 臣不明皇上所指 你跟他们关系密切 而且经常见面 皇上, 臣去国归降到此 并不知道是不能跟旧人见面 朕并没有说你有犯过 否则也不用向你道歉 皇上, 上百条人命 不是一生道歉就可以算数的 如果我可以做什么 我是愿意补偿的 皇上, 人都死光了 皇上补偿给谁啊 世上有很多事是无法补偿的 皇上 陛下为什么不亲自到那边去看看呢 你以为我没去看过 李渔 我今天亲自来向你赔国事 是需要勇气的 你也是当过皇帝的人 你该明白 有很多时候 皇帝也会让人蒙蔽 我不是再为自己洗脱 这是天地良心 我万万不想看到这样的惨事发生 我统一大爷以来 从来没有歧视过 投降到大宋来的各族子民 现在发生这样的事 我 我只能用痛心二字来形容 臣适才冒犯圣上 还请圣上见谅 只要你明白就好 老实说 的确有些旧南堂的人劝我造反 我都拒绝了 并且劝服他们 说圣上不是一个坏皇帝 想不到言忧在耳 就发生这样的惨事 我保证 只要时机成熟 我必定惩治凶手 绝不姑息 臣能不能请求圣上一件事 请说 若朝天有一日 找到小村的生还者 请皇上误之以罪 放他们一条生物 朕答应你 绝不加害一人 陈李渔谢皇上惊口之诺 李渔 我很高兴你终于消除了敌意 我总算没有白来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练渣马步的时候 腿一定要坚定有力 脱臣要狠要准 你看看你们像什么 像软脚瞎似的 这样怎么能处理打仗呢 再来 我们重新开始 出水 要有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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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你给我起来 你没吃饭 我真的没有力气 大人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送饭的没把饭送给你 为什么 说是你没有付过他们银子 以前所欠的到现在都没清过 什么 你请求多加银两 是的 皇兄 朝中大臣每日每月都会负责 总有固定的奉路 为什么只有你 要多加银两 回皇兄 臣弟的奉路有限 而府中的开销极大 最近又扩建花园 花了几万两银子 故便臣入不敷出 望皇兄体量额外增加一笔 另外每月灼量添加帮补 或每年一次给予也可 听你这么说 朕是非批准不可了 望皇兄恩准批款 要是朕不批呢 那 臣弟真不知道日子该如何过下去 混账 你年俸十万 吃得住的都是朝廷供给 你的日子都过不下去 殿下百姓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吗 那他们起问都统统要死光了 能不能一概而论呢 阁下跟百姓有什么不同 臣身为朝廷高官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一位国家出生入死 难道日子不应该过得好一点吗 这么说来 朕比你高一级 岂非更要穷奢吉尺了吗 赵光义 你身为朝廷命官 你应该过得比平民百姓更要节俭才对 国库里的经营是用来建筑国家的 所谓击骨黄鸡 保护老百姓不致挨恶 并非用来圈养高官大臣 除非你能说得出来别的用途 你能说吗 你说不出来了吗 这么说 黄兄是不批准的 不必多说了 好 既然如此 那咱为国君去也是没有好处了 不要口口声声把国家放在嘴边登挡箭牌 为国家是笨笨 再说 国家待你也不保 既然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大臣都要那么节俭 那臣得敢问皇兄 为何对李玉两兄弟又那么宽大为怀 他人住的大宅远比我的豪华 你要跟李玉比 李玉当过皇帝是应该有所拥待 你当过皇帝吗 赵光业 朕承受你也好一段日子了 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弟子的份上 要不是看在死去父母的份上 嫂子杀了你 谢皇兄不杀之恩 我警告你 你以后给我安分一点 要不然我绝不留情 退下吧 谢皇兄 皇上要不要召太医来 不用了 怎么样 事情进行得还顺利吧 只要皇上准备好了 我们随时可以行动 皇上身体欠家 这件事情还是往后再说 不 曹将军 不能等 好 真怕 朕的日子不多了 好 好 同意说一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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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饱了没有 吃饱了 这才像个样 以后 你们都要保持像今天这样有精神 我会让你们吃得饱饱的 但是 你们还需要在家里游才行 要是谁的臣积号 我就赏谁一定金子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要是你们有兄弟朋友 是可以介绍到这里来的 我要的是人才 每一介绍一人 我就赏你们一斗米 大人 我们什么时候去打仗 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 所以 你们心里要有准备 朝廷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所以朝廷不用恶兵 你们根本不是朝廷的兵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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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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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爷 你几个四小军队秘密练兵 公然造反 你该当何罪 皇上 您误会了 臣是眼见今年的太平盛事 天下无战事 朝中的将军告老的告老 归田的归田 万一凡是战事 谁来保卫皇上 谁来捍卫国家 你这个畜生 我今天决不饶你 我要杀了你 皇兄 皇兄 你不要杀我 我们始终是亲兄弟啊 嗯 所以血浓雨水 皇兄 你就饶了我吧 皇兄 求你看在殿娘死去的份上 饶了我一命吧 你 皇兄 好 好 我再饶你一次 免你一死 将你发配边疆 终生不得回朝 徐玄 徐玄 侯爷来了 我是专程为侯爷送喜训来的 什么喜训 刚才我在朝廷听到一个大好的消息 什么大好消息 宫里传来 说是赵光义私养军队被皇上抓个正着 立刻贬罚边疆终生不得回朝 这消息是真的 当然情之万确了 所以我离开就向你禀报来了 哎 宝爷 你听见了 这真是大好消息 还不快请夫人出来 嗯 哎 快去啊 何必这就去 徐玄 夫人 夫人你还好吧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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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爷 什么事啊 刚徐玄徐大人带来了好消息 说赵光义被扁发到边疆了 真的 是啊 侯爷要请夫人出去 夫人 您可以当面再问个清楚 夫人 你不舒服啊 夫人 你哪儿不舒服啊 夫人刚才想吐呢 没什么事 没关系了 快走啊 不要扫侯爷 不要扫侯爷的信啊 嗯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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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不相信啊 这是摆在眼睛的事实 不由的人不相信啊 侯爷 这一句都是品极太来的征调啊 承你贵眼 好 小心点 慢慢来 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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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村子 使我们死去了不少后人 我心里难过得不得了 现在你有了身孕 多少算是一种不成 可是 我知道 你是担心孩子将来受苦 是不是 不过 以往我们再苦的日子 都挨过来了 想将来再苦 也不会苦到什么地方去 我不知道 从家 不要回心 赵光仪走了以后 日子会好过的 皇帝始终是个民理的人 我现在总算是了解他们 现在你终于这样说 我早说过他不是一个坏人吗 请 请 正 赵大人 时候不早了 该出城了 曹江 你不用太得意了 曹兵不敢 曹兵也是奉命行事 希望大人不要让在下为难 你回去告诉皇上 今天他这样对待他自己的弟弟 他一定会终身后悔的 走 赵大人 处在下不远送了 辞去边疆只要三天的路程 大人到了边疆好生自重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发誓我一定会回来的 好 二位客官 您看看 这花点手工多细 还有这罐子 对 这个桃罐都很不错 您看看 这个 您慢慢瞧 谁说做个平民百姓不好 我就觉得很开心 当然了 活跃开心是因为人风喜事吧 好 说得也是 这个不错 这个 你看看 配这个小袋 很合适的 你看 很便宜的 不错 姑娘跳什么东西 小疯狗是吧 一文钱 一文钱便宜的 谢谢 有没有被人家发现 没有 谁会想到我又会回到城里去 这是您养的东西 你猜我在城里看到谁 看到谁 李玉跟他说 他们买了很多小娃娃用的玩意 一边买还一边笑 好开心 什么 买小孩用的东西 后来小的一打听 原来是李玉的老婆 她有了身孕 小人不敢 想不到我被匾配边疆 看李玉才天丁发财 岂有此理 我为你替我去办一件事 王爷请吩咐 我在这陈桥镇上 暂时多住几天 住什么几天 王爷不是要到边疆去 要是有人问起 你就说我生病了 另外我还要你去帮我办一件事情 是 gliama 和你再做 又回来 他在哪里 他什么 家敏 帮你 能上 precip SB 带命 站住 夫人 来人啊 救命啊 来人啊 你怎么样 带命 永保主夫人的性命已经难得 至于小娃娃 侯爷也不要太伤心了 大夫 那我夫人的身体需要慢慢调养 这种事对他身心都是很大的打击 你们要好什么照料 我去开房子 大夫 请 浩爷 浩爷 不 对不起 家密 害你受苦 聪家 大夫怎么说 是不是孩子保不住了 家密 你告诉我 家密 家密 与你 湘 你 也许 这是天音 上天不希望我们两个有孩子 不希望我们两个有后代 不 千万不要这么说 老天爷对我们 绝对不会这么不公平的 如果不是 为什么给了我们希望 又离开了我们绝望呢 你千万别这么想 这绝对不会是绝望 我对不起你 经过了这么多的苦难之后 我唯一能帮你做的 就是帮你生一个孩子 可是现在这个希望也落空了 我只要你能够平安无事 其他的都不重要 为了你 我不管遭受什么打击都没关系 我一定要支持下去 要是连我都支持不下去的话 你怎么熬得住啊 你如今已经是我的一切 董家 我有个请求 我们两个是夫妻 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 我们回到江南去住好吗 我去求皇上 求他准我们回去 过平淡的日子 过归宜的生活 好 你好好的休养 等你身体养好了 我们一块去求皇上去 我好想念姐姐 我好想念姐姐 我想告诉她 我好累 我真的好累 皇上驾到 召见皇上 召见皇上 跪下 你叫啥名字 我叫华毛 黄阿毛 你有手有脚 放着正事不做 去当萧小贼寇 不但抢人钱财 还伤了人 要是那位夫人有什么不测 你就害了人家两条命 小人 小人 我发誓不得让夫人怀了孕 小人只奉命把他给推倒 奉命 你奉谁的命 我 给我推出去斩了 是 皇上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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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招了 小人是奉了一位姓赵的大爷之命 姓赵呢 他如今 人在哪 小人也没记过他 只知道他以前是在陈桥镇 陈桥镇 陈桥镇 陈寇敬皇上 住口 你不是应该到边关去的吗 为什么还在这里 回皇上 我因为感到不适 坐在路上耽搁 这么说 你是一出城就病了 正是 你还狡辩 把人给我带上来 你还狡辩 看来这个人是谁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你不认识他 他却知道 是你派他去暗害周家敏的 原来周家敏遇害了 难怪皇上要那么心疼 亲自押这个人来污蔑我 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皇上这个人想溜走 让我抓个城长 干得好 这个人你总该认得他了吧 认你 他是我唯一带在身边的人 要是皇上也不能容忍 那就把他给杀了 殿殿大人 不要让皇上杀我 我什么都没有说过 我什么都没说 是他 是他叫我把那女的推倒的 闭嘴 是谁让你再说话 总统给我压下去 快走 走 走 曹将军 你三番两次加害于在下 是何居心 难道又是奉命行事吗 正是 你现在已经是皇上跟前的大功臣 皇上如今也只有信你一个人 为何还不满足苦苦相逼呢 你给我住口 你想把罪名推得一干二击 你违抗皇冥私留阵上 已经是罪无可赦 违抗皇令 我这招也不过是效仿皇上而已 你 想当年皇上还是殿前都典检的时候 不是在陈桥镇上也有这么一意吗 你 你 你说什么 这不用我说 将来史书上会有记载 那就让后人拼进去吧 但是我万万想不到 虽然你做了皇帝之后 你却反过来加害于我 好吧 那我就认了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也懒得再说些什么了 皇上 皇上 保重啊 皇上保重 你给我听着 马上给我滚 你就是爬 爬也要给我爬到边疆去 那恐怕要用一队的军队才能押我走 好 我就用一队的军队把你押走 来人哪 把他绑上 把他绑上 押赴边关 怎么 你们敢围宽皇命 遵旨 曹将军 此事由你全权负责 上帮保健 你全权负责 再次 你把他绑上叶不活求吧 你全遵旨 你全遵旨 先战傲斗 尚如我 下手 下手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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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正山 看见娘娘 见娘娘 娘娘 皇上想跟你说话 皇上想跟你说话 求求你 千万别再让我看见娘娘 皇上放弃了 他需要安静 我就在隔壁 有事你就马上通知我 是 是嘉敏来了吗 皇上 嘉敏 我知道 我应该在这个时候 把你召进宫来的 你刚失去海女 心情一定很坏 谢谢皇上的关心 不过皇上 明自己也有病 嘉敏这些小事实在为不足道 你不要骗我了 早受这么大的打击 一定很伤心 这事我也有责任 皇上怎么会有责任呢 因为 我抓到那个推倒你的人 知道是光义之王 为什么 为什么又是他 是啊 皇上 我 我教导手足无方 想你起罪 皇上千万别这样 你这样会折少家民的 天子犯错 与庶民同罪 所以 我对这事儿 一直耿耿于怀 所以 才急着找你来 恰明 我心里的话 再不对你说 我 只怕 没有机会了 皇上 你不要这么说 我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的病 也许 时日无朵 不看 不看 你不要 你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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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我对你和李玉 佳明 你始终是我的最爱 可是你又偏偏嫁给我一忧一敌的李玉 正如她自己说的 简不断 吏还乱 我让我这一生 踊进这个秦王里 皇上 皇上 你不要再说了 家民和李玉都很感激你 我在心里 告诉我自己 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 我是个皇帝 我可以强把你抢过来 可是 可是 每当我想到李玉 我的心 就软了 皇上 我扶你到床上去 来 不要紧 我坐一会儿就没事了 不要了皇上 你不要再说了 我改天再来看你 你休息一下 让我把话说完 心里会更舒服 也许毕业会不要而愈 也说不定 不过看来 这希望是很渺茫 我能了 家民 我想 在我临死之前 为你做件事啊 不悔的皇上 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我也希望 能长生不死 家民 竟然为我哭了 可见得 你是真的 不愿意看见我死啊 好 好 我 你说吧 你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皇上 你是真心的 忍着江思 齐言野善 当然是真心的 我想求皇上 恩准我跟我丈夫全家大小 回到江南常住 从此远离是非之地 终老一生 周叔 你是要我永远 都看不到你了 好吧 我答应你这个请求 皇上 家民 如果你要回江南 就得赶快 不要再拖延了 事情耽误了 我怕就连我 也不能担保 你们能够走得了啊 皇上你的意思是 哎呀 走吧 回到江南去 好好的隔离 死守一生 月最记忆是虫 此时人身尝恨水尝冬 遥秀 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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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密 夫人 您没事吧 家密 从家 你见到皇上了 快让夫人坐下吧 来 先坐下来 叮叮神再说 不行 我们不能再等了 皇上已经答应了 让我们一家大小回江南 你说什么 是真的 皇上真的答应了 家密 你好大本事 你怎么说服皇上的 我没有说服他 他只说要为我做一件事 我就提出这个要求 他就答应了 但是他说如果我们要走 就要越快越好 不过 我心里感到很不安 为什么 我觉得 皇上他好像知道 自己就快要不久人世的样子 难道他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希望我们尽快离开 可能 他怕迟了 会有什么变化 和我 从家 我忽然觉得 还好可怜 家密 连各在七位 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如果你真的不想离开 我也可以不走的 我明白你的心情 不行 我們要立刻走 就像皇上所說的那樣 他說了什麼? 他告訴我, 你走吧 你就跟李玉回到江南去 跟李玉好好地私守一輩子 趙大人想往哪裡走? 曹將軍, 請你讓我 去邊疆的路往那邊走 誰說我要去邊疆? 皇上病危, 我要回宮去看看 皇上有令, 不論如何不能讓大人進城 是嗎?誰能阜我? 尚方保健在此 曹將軍, 我跟皇上兄弟一場 不禁他病重, 危在旦夕 我身為手足, 想見他最後一面 你卻阻止 這未免太不敬人情了吧 我要是見不著皇兄最後一面 就會終身遺憾 而你曹將軍 就會成了破壞我兄弟情的罪人 曹將軍, 請給長軍 既然趙大人見皇上心血 這樣, 再加先讓大人進城 見皇上一面 見完了, 請隨我出城 只有這樣才能兩全 趙大人也知道 閣下的武功雖高 我要想阻你, 也是綽綽有餘的 謝謝曹將軍成全 帶我見了皇上 要是皇上沒事 我再隨你去邊疆便是 皇叔, 你回來做什麼了? 我為什麼不能回來 你不能騷擾皇上, 你不能 皇嫂, 請你讓開 你說什麼, 你敢這樣對我 你 王爺, 王爺 皇上還在病毒 請忍耀你 一切看在皇上的份上 請皇嫂原諒 我只想單獨跟皇兄見個面 不, 他病著 你不要刺激他 皇嫂, 我們是兄弟 我只想跟他見個面 這是我最後的情形 曹將軍人在外頭 正等著要帶我走 皇上才剛睡著呢 那我就坐在這裡 靜靜地等他醒過來 皇嫂, 兄弟情勢可貴 等皇兄醒過來見到我 他會原諒我一切 為你 清清山河 皇羽綜美馬 何观看 东下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我们就这样走了 是不是对了 为什么 总觉得对不起 李三 他们 好像我把他们离弃了一样 那你打算怎么样 我想叫他们跟我一块走 要是他们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回江南呢 至少跟他们打个照面 我这就找他们去 丛家 你现在要到哪去找 我们时间紧迫了 不能再节外生枝了 家敏 你放心吧 我去了小村立刻就会回来的 你怎么在这 皇兄 你醒了 你是吧 你为什么在这 我为什么不该在这 皇兄有病 我这身为臣弟的 难道不应该在这里好好伺候你吗 你把其他人怎么样了 来人呢 怎么了 皇兄怕了 怕面对我 怕我会对你不利 皇兄果然是怕的 你不用怕 我身上没带兵器 你不要跟我说废话 你给我滚 滚 滚 滚到远远的 要不然 要不然我就杀了你 你早就该杀了我 你不杀我是你笨 你怕你杀了我 后世人会骂你残害守徒 所以你始终放我条生物走 你到底要怎么样 你放心吧 我不会害你 你的人就在隔壁 我告诉他们 只要你醒来见你一面 跟你说几句话我就走了 现在把你杀了 我永远没办法写脱罪 你 你好过 我 无度不正 你 如果我要成大义 我就不会像皇兄你一样 好 就算你活活的把我气死 你 你也当不了皇帝 是吗 我已经写好一诏 由太子继承大统 连皇兄这么厉害的能拿我没办法 更何况你的宝贝儿子 你 你 我仅可 你敢对我儿子不利 我 我现在就不放过你 你什么时候放过我 你把我浅配到边疆 难道就是放过我吗 你 你想想吧 你病成这个样子 怎么还有力气杀人呢 你 皇上 你没事 没事 来人 来人 叫他们别进来 如果叫他们进来 我就把他们给杀了 病人都出去 快 我 我没事 走吧 就是 他们走了 我也不怕你 这才像皇帝的样子 赵将军 千万不可 你想违抗皇上的旨意吗 可是 皇上有危险怎么办 赵将军 你也不想一想 皇上金斧在手 有危险怎么会是他呢 赵将军 你到隔壁回去等我一下吧 好 皇兄 你知道吗 其实我也不想我们兄弟相残 我尽量不杀你 是因为你是我哥哥 小时候我们是很好的兄弟 你一直都很疼爱我的 你不必说这种话 来打动我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但是你一旦做了皇帝之后 我才发现一切都改变了 虽然你是我的哥哥 但是你却变得高高在上 我不止一次问你上天 为什么 为什么做皇帝是你不是我 你该知道 这个世上 本来能做皇帝就没几个 你凭什么认为自己有这个本领 像你这种人 就是坏在台不安分 要是你年纪没这么大 你到现在 还是我的好弟弟 可是我不甘心 我还是要做皇帝 你当了皇帝那么多年 也该轮到我做作了 要是我做了皇帝 就会取代你的一切 你放心 我会善待你的儿子 同样的 你喜欢的女人 我也会同样喜欢你 你 皇帝 你不敢再动气了 你惊非喜悲 微风发面的日子已经过了 我一直在令你 你做好事情 你一日本为何人 你不是我要私 你们 你 做什么 你说